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去清理一下空地 把多余的树给砍一下 挖的挖 补的补 总算是清理出来一片空地了 对了对了 狼窝的地面和周围好像都得是岩石才行啊 要不然小狼会卡进土块里的 现在呢就把地上的土块全都清理干净 然后换上岩石 这个 我好像没有岩石啊 没有刷石机 就是很麻烦呢 我好想念我的刷石机呀 没有办法啦 那就只能用岩石块烧制一些啦 我就在这里等着它烧完 您预定的岩石已烧制完成 哎呀 终于好了 等着我都快睡着了 赶紧拿出这些岩石 去把地面和周围都铺满 要不然到时候我辛辛苦苦养的小狼都卡出去了可咋办 然后呢 我们用岩石块合成一些粗质岩石砖 在门口这里铺一层高 接着拿出我们的竹围栏都围起来 最后再拿一些土砖做出一些装饰 我的狼窝就完成了 这完整就完成啦 嘿嘿嘿 觉得好开心呢 好了 我的小可爱们 鱼洞姐姐在寻找狼的路上 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期吧 迷你世界鱼洞桃圆转每日更新哟 喜欢的小伙伴就点关注呀 爱你摸摸的